回到今天的台股 今日最重要 为什么新台币大扁呢 最主要当然是外资卖 不过在外资卖之前 我们现在提醒您 这个月很有可能 集团作帐会持续启动 上个月集团已经 并变久了 这个月还会持续的 集团进行作帐吗 而集团作帐里头 华兴集团最标 在今天华兴成交量 高达第一名 所以我们都要来谈谈华兴集团 而外资在今天是卖超超过百亿 台积电昨天涨 今天几乎都吐回去了 而主力抄底的股票 大部分都是跌升股 三幅化以及红宝 公道的涨停板 投机的中小股 刚刚看到OTC是上涨的 出现了嘎空 元泰卷资比将近五成 股价还在持续上涨 稍后一帮您来做解读 我们刚才接下来 节目现场的来宾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 萧光哲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 峰开平 大家好 财政专家 赖先生 憲哥 我大家好 财政所助理教授 朱岳中老师 大家好 要请到资认分析师 谢宗盈 谢谢好 大家好 所以回到台股今天最重要 这个月最精彩的两股力量是 集团作帐以及投信 集团如果不作帐 那账面很难看 投信更惨 四月 五月很惨 所以六月不拼怎么行呢 是不是有可能锁定 华兴集团和红海集团 那到底华兴集团 红海集团 这两大集团 股价都分别创下新高 华兴创下30年新高 这个月谁会比较厉害 认为华兴会比较厉害的给圈 认为宏家军会比较厉害的给差 宏家军有没有机会后发先制呢 请举牌 这两大集团你选谁 好 我们看到 有三票选华兴集团 两票选宏家军 宗林 宗林选宏家军 对 基本上电动车 华兴的零件做得不错 但是你没有平台 你平台是MH嘛 MH谁的 不是红海的吗 而且红海这边 他的股票比较多 比如说他郑旗下的 郑皇旗的有什么 广宇 乙胜 对 然后有副顶 广宇 2328 你是不是 对 然后其他又有什么 又有什么电池的 什么中炭 然后国塑 塑合 然后友军还有什么 你不要说那么多机 如果宏家军会动 哪一机会最飙 我记得前几天 刘安会董事长有报名牌 他有报名牌 他说先锋 就是力迅不是要说电动车 他说我派一次跟你拼我的先锋 我的先锋就是什么 2328 广宇 他说他派广宇跟力迅拼 对 就是广宇就是他的先锋 所以他就跟你讲说广宇了 所以先锋如果 先锋可不可以挂 先锋不能挂 所以这一支怎么样 这一支基本上 他是从无到有的电动车 然后宏家军这边 基本上会把所有的集团资源 往广宇这边靠 所以我认为像 鸿海这边基本上 也是有股票创新高 广宇这边应该可以留意 回到台股近日最重要 带你来关心的是外资 外资昨天大买超200多亿 今天就反手卖超好 外资实在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那么昨天台积电大涨 今天就全部几乎吐光光 所以我们来谈谈外资的心态 外资为什么一会大买 一会大卖 那么昨天很多人会说 那因为昨天是MSCI 他才大卖 可是他也不是一天大买大卖 这种情况也不是只有昨天 应该说他最近都经常讲 一会大买一会大卖 所以我们不知道外资的心态 到底是什么 在今天他卖了什么呢 我们快速来看 元大金 新兴 中钢 国胎金 开发金 卖了玉山金 中兴金 台兴金 台泥花行 卖了一头拉股金 融股 我们请夏老师带我们来看 这个盘外资到底怎么看 最近美股有一波反弹 也是带动最近台股的反弹的 主要原因 美股拉最多的就是在稻穷 稻穷从第一档 大概连续拉了大概七八天上来 那他的形态其实并没有转多 那这里为什么他可以从低档拉上来 这样不像导状反转吗 其实他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这个 美元因为涨得太多 再加上因为六月份 他正式的开始收缩资金 要开始这个所谓的缩表 正式缩表 那所以美元大概就是在缩表之前 他有一个空间可以去把美元 会这样往下压 但现在已经开始要缩表 所以大概这个美元压盘的一个力道 大概就结束 他会开始往上走 那原因也很简单 所以美元开始弹 因为他开始收缩美元资金 然后这个月中又要再升两码 可能在美元的这个 之前的利率是1% 那现在他升两码到1.5% 达到1.5% 到7月份会到2% 所以美元这个利息的吸引力 会越来越强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他就会往上走 那往上走大概就是 美股的反弹大概就告一段落了 好 那这个去入股 另外的话 第二个原因就是六月份的 这个所谓上海的解封 好 上海解封没错 今天上证是走成这个样子 那如果说上证 如果这一段的这个股市的往上涨 是因为解封 那解封上证 其实在他正式解封 昨天已经来到他的封城的起跌点 就在这里 好 所以今天解封之后 他没有办法再往上涨 所以如果说这一段是反映 所谓中国解封 那大概从上证的表现 也已经反映完了 你认为解封也已经反映完了 对 已经反映完了 好 我们再往下来看 好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 这个所谓端午节过后 我们就是要公告五月份营收 这五月份营收就是 六七八九十 这下个礼拜就是公告五月份营收 它五月份营收会表现怎么样 其实我们从四月份的 外销订单可以看得出来 三月份外销订单是 六百二十七亿美元 四月份的外销订单 只剩下五百一十九亿美元 月减超过十七% 好 那这些外销订单 从那里来就是台积电 联发科这些重量级股票 他们接下来的营收 就会反映在四月份的订单 所以我想在下个月公告营收 不管是台积电联发科 应该都会有超过一成的月减率 好 那当现在这些股票 已经谈到一个重要的压力位 现在已经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压力位 如果说面对到下礼拜公告营收 都衰退到一成 那你认为接下来股价会怎么走 好 现在大家市场预期通膨到顶 即使从昨天欧洲公告的数据 五月份通膨再创新高 也就代表接下来美国要公告的 五月份的通膨会再创新高 所以它就代表的是 现在市场预期秋季之后 美国联储会不会再升息 它是一个错误预期 而且油价应该是重要的因素 对 如果说油价在这里 因为四月份稍微降下来 所以CPI稍微往下跌 五月份又冲上来 如果继续往上冲 这个通膨的数据会继续往上冲 所以我想联储会持续的升息 它是必然的 这是老师看空的原因 那我们也回到大盘 那老师看多空呢 技术面的角度来看 其实这一波的反弹 如果说我们从技术面 黄金切割率来看 大概就是最高点到最低点 反弹0.382的位置 所以现在来到0.382 那今天没有再涨 可能就代表它是一个弱势反弹 如果这个是弱势反弹 明天可能就会再往下落 那如果是往下落 弱势反弹就代表 原先的趋势没有改变 那没有改变 接下来它会再往下去破地位 这个是在技术面所显示的现象 那接下来我想就是 那这一段不小 空间不小 不小就是从这里 往下来看 它就是这个所谓黄金切割率 0.382的位置 这是一个弱势反弹 所以老师认为15616 有可能往下测试到这个附近 我认为会再破底 会破啊 对会再破底 因为整个大环境没有改变 那如果大盘会破底 我想那些重量级的全质股 像台积电像连发 哥大概好不到哪里去 对就是刚刚谈到了 如果说我们以台积电来看 它刚好来到这个空方的压力 那稍微突破是因为 MSCI的权重调整 所以它是 今天来看就是误会一场 它又下来了嘛 那下来的话 我刚刚谈到 如果5月份的营收 它则又营收是衰退一成以上 那应该就是 你台积电会衰退一成吗 最后一个交易日 我到底要不要报骨过端午呢 听完萧老师讲完之后 好像真的很错 但我不知道其他来宾的看法如何 认为可以报骨过端午的给圈 认为在端午之前 还是要适度减码的请给擦 请举牌 好 原来的股票就抱着不要怕的 有三票圈 那萧老师是给擦 因为它看空 封开屏放中间 我们来问一下 来 钟玲是给圈啊 而且还是要加码对不对 没有 因为我看的都是强势股啊 就是你看大盘 你股票买不下去啦 但是如果说你看ODC 或是说看一些强势股 你会发觉 就不是这么回事嘛 创新高位 那什么样的股票你可以报过 端午你不会怕的 就很像什么钟沙这种 或是说 钟沙 我上礼拜三来讲什么 来讲二零一玉龙 所以你看那玉龙现在什么样子 玉龙现在至于这边在涨 所以像这种 所以这种你就认为应该记得报着 这种就是报着 就是它根本没有 让它洗掉就对了 就跟根本的走势都没有坏啊 没有坏的话 它跟大盘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啊 所以这种谷法基本上 我哪里可以报 好来 朱老师 我觉得基本上 我们可以从美股来看啊 美股我觉得个人 也基本上要稳下 尤其很重要的美国的废半 或是提议美国的整个大盘 都稳下 尤其是现在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两天拜登找了谁去谈话 找了鲍尔 找了叶伦 这都是经济面的问题嘛 反正反正是不是通行很严重啊 对嘛 所以他们会找这些来 基本上就是要准备做些事情的嘛 那如果说他今天有 譬如说他现在减税 降关税 那我觉得基本上 都是足以支撑美股 那美股能够支撑台股 当然相对较安全 好 我们几节带您来关心的是 那抱着跌深谷 过端午会比较安全呢 回到台股今日最重要 我们看到主力开始 在抄底跌深谷 那既然跌那么深 是不是抱着就比较不怕呢 在今天三幅化 攻到了掌平板 所以我们请冠军操盘手 云香带我们来看 这个端午啊 很多人在问说 我到底能不能抱股票 抱什么股票比较安全 跌深的会不会比较安全 那跌深一定比较安全 可是跌深基本上 还是要有基本面 对 然后除了有基本面呢 我今天大家一知道 就是说 基本上你看说 这些有这个题材的 对 有基本面嘛 对不对 那跌深呢 问题主力 它基本上还是会有一种 操作的一个循环 就是说主力也发现说 它在这个筹码 开始洗筹差不多以后 它可能就会爆量 拉升一波以后 它就出货嘛 对不对 所以今天云香要告诉我们 主力在哪个点 已经进去了 对 那它会做到什么时候 什么时候 然后可能在循环 这很重要 对 来 告诉我们 主力 它会观察什么点位 大概可以看 就是说 你会发现说 其实主力 大概它的做法 会做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就是说 我们讲中砂好了 因为中砂这波蛮标的 它基本上你会发现就是说 它在前面 比如说它已经出一波的情况下 放量以后 然后它结束以后 它是会把量 基本上缩到一个叫做自息量 压到自息量 对 因为这个时候 基本上散户 大家已经没有耐心 全部大概已经洗头起得很干净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逼退了所有的伤害 对 那其实我们要发现的就是 以前我记得我讲 所谓的攻击量这个行为 也就是说 在一个非常小的一个自息量之后 突然间一个爆量 开始攻击以后 可能就是主力开始又发动了 那我怎么知道 它要做到什么时候 其实不知道会做到什么时候 可是会做到结束的时候 就类似 就类似 人家常问高票落到当时 我说落到点半落到当时 做到结束的时候 结束的时候会 类似这样的 就是说发动的时候 到什么爆量怎么样 突然间量又急缩下来 这时候你发现说 这种爆量往下的时候 急缩的时候 就是它缓线要结束的时候 那其实主力刚刚讲 会有所谓的一个循环性 所以当我出货之后 基本上可能搞不好两三个月 它又重新吸收又回来布局 因为它可能做熟了这档个孔 股心还已经比较硬了 所以我今天来讲一个案例 就是以这些来讲 我有发现到一支刚刚发动 对 这一支 好 来 星拳 对 星拳 3264 你这个主力要进去吗 我们刚刚有大概先谈一些事情 就是说 基本上我们先看就是说 刚讲一定要有一些基本面 所以你刚刚看看 基本上很多三支里面都是车用 还有两支三分化跟中砂 是属于这个晶圆 最近都比较热门 那一样就是说 以这个我讲说这个星拳来讲 基本上你会发现说 它的业绩一直很好 业绩好 对 而且它是车用的 这个是它的营收对不对 对 营收 营收近两个月年增率成长 18跟26 26% 就持续在成长 然后你会发现 它的一个客户来讲 这是IDM里面 就是前几大的一个IDM厂商 恩智普 英飞林 瑞萨 对 所以50%以上 是由它供给它的一个营收 所以在营收一个大幅成长的情况下 它其实第一季 它Y是33% 所以它的这个EPS来讲 现在如果我今天有交过 如果这样估算 那搞不好一个月 就有0.5元以上 所以今年可能 有一些法人估到大概6块 所以本益比才8.2倍 对 好 第一本益比高获利 营收成长 有大客户成腰 基本上这是有一个基本面 但是我们还要来看技术面 对不对 因为主力这些基本面 每天都一样 但为什么主力今天进去 昨天不进去 或者后天为什么出 前天为什么不出 所以还是从基本面之外 来看技术面的表现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如果大家还记得 这是去年的7月7号 我有在这里讲到这一支 也就是说 这也是攻击量的第一天 你现在是看不太出来 现在说你做它进去了对不对 对 它发动一个大的一个攻击量 其实所谓的攻击量是这样 它可能是本来不到1000张 突然间暴增到大概1万张 那你你想你有办法 一路暴到这个时候吗 你有暴那么久吗 你暴得住吗 暴可能暴不住 可是你还是要拉一个 对 有可能被洗掉 可是你可能至少赚了23% 所以你有暴这一波 对 那你发现说 它的这个攻击量 开始发动以后的行为 这里产生一个爆量 这量是多少 10万张 从这个不到1000张 突然间发动到10万张 也代表说 它可能在这边洗洗 把这个所谓的货全部出掉 所以这里已经要下课了 对 出掉以后你看 它拉了一波回来以后 其实它的业绩还在 然后你看它把量压到 对 压到就深 压到你都没耐心 你都快忘记这一档工票 压到这个位置点 你看这样看不清楚 所以我用放大这一张来看 它把这个压到这个位置 是剩下多少张 在前三天这个落点 最低的量是557张 从10万张变成557张 压到一天只有500多张成加量 然后最近你看 这两三天来讲 开始出现攻击量 它的量又开始攻击到 大概1万张 可是离10万张它还很远 所以我认为说 所以目前至少还没有看出 它要出的迹象 对 它已经进去了 而且它从71块9 回挡到所谓的50块以内 那我觉得说 它的空间对于主力来讲 它的这个做法 就有一个比较大的空间 那我要等端午过了再来买 还是明天可以先卡位 其实我觉得这个风险不大 风险不大 对 要我的话 基本上我大概就不会 因为先卡位 对 好 这是跌身 而且叫我们怎么观察 主力筹码的进出 还有进入最重要 我们也来谈谈 今天的中小投机股 今天中小投机股 可以说是 很多个股都出现了 喷出走势 甚至有些股票出现 嘎空 我们刚开场也谈到 今天大盘是跌的 OTC是涨的 所以蔡总 中小投机股 有多少空间呢 现在很多个股在嘎空 对 我想 这几档应该是有基本面的 那有一些是比较 这个基本面差 我们就列出基本面 这个不能算中小了 这算大的了 这个不能算中小了 重点都是在卷支比的 这个卷支比 快40% 元泰快50% 这个东哥就80%了 那假如我们 我看最近真正的航海王 应该是东哥游艇 对 解风 这一波的航海王是他 所以我们单独看 878的这个东哥游艇 东哥游艇 这些卷支比比较高的股票的一个嘎空 最后怎么要结束 还没有结束以前 你就不要手仰去放空 尤其有基本面的 那东哥的话 因为今年欧美解封 所以游艇卖得很好 市场估计大概EPS会有15块 15块 所以之前在不到200的时候 发动这个本益比是低的 但是你要看嘎空 总有一天要结束 什么时候结束 爆炸量 我们看它的成交量 我们下面放成交量 所以这些嘎空户 到底有没有来到尾声呢 今天这个东哥的量 已经有点爆炸 有点危险 爆出了一个比较大的量 这个阶段最亮 而且它是收了一个黑K 上限 黑K报 黑K 刚才华星跟元泰没有黑K 还是红K 所以华星跟元泰 如果从卷支比的角度来看 它还没有危险 对 你看嘛 它的量没有特别大 你相对这个 以前的这个量没有很大 而且今天是红K 所以我认为 东哥应该是明天 可能开始要整理的 东哥要整理 我们看下面 来 宫格我们来看 那楼下的呢 这个刚才有提过 特别我们讲一下 这种腰斩 然后拉出来大涨的股票 我觉得你竟然会腰斩 就是有疑虑 但是这个疑虑 要透过第二季财报 能不能把它破除疑虑 所以比较稳静 我认为天翼第二季财报 应该是衰退 因为捉虑IC一定是衰退 爱卜就很难讲 但是基本上 所以刚刚东霖说我是 爱卜圈天翼差 他可能第二季的财报 不会说很差 但是也不见得大幅的成长 上瘾是受到上海的 这个封城的影响 第二季的全年度的财报 是会成长 但单独第二季的话 可能不见得成长 所以这一档的操作 你可能也要比较灵活地进出